合租惊魂 我叫赵子涵 今年25岁 是一家国企公司的白领 进入公司后一直住着新员工宿舍 而现在申请到了住房补贴 所以我被踢出了宿舍 月收入虽然过了五千 可在这座一线城市里租房子的价格可不便宜 在几个环区找房子 没有一个是何心意的 看得上眼的价格高 便宜的压根就不是人住的 漫无目的的瞎逛了很久 终于在一个垃圾桶旁 看到了一张招租启示 告示内容是 两房一厅一味一厨 合租有意者联系 性别不限 价格一千元压一负一 看到这条信息 我立马拨通了上面的电话 内心祈祷但愿还没有租出去 电话响了几声就有人接了 而且还是个女生 听声音好像挺年轻似的 喂 你好 是刘小姐吗 接通电话后 我迅速说明了自己租房的意愿 刘小姐听后貌似很开心的说道 哈哈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接你 我加了刘小姐的微信 然后定位地图发给了她 等了半小时后 刘小姐骑着电驴 缓缓的来到我身前 第一眼看见刘小姐 我还是有点诧异的 因为这女孩看样貌才十七八岁左右 在去出租屋的路上 交流中了解到 她还是一名大学生 具体因为什么原因 自己租房我就不知道了 来到出租屋 我大致地看了一下 进门是个客厅 餐厅与厨房一起 两间卧室对门 两间卧室中间是厕所 厨房旁边也有一间厕所 觉得这房子真的很满意 很快我就与刘小姐签订了合同 签订合同后 刘小姐与我约法三章了 刘小姐笑嘻嘻地说 第一呢 不能随意进入我的房间 第二 不得上洗手间不冲水 三 不能使用那间厕所 说着刘小姐指向了 卧室中间的厕所 我听后点点头 我觉得那厕所应该是刘小姐专用的 一切敲定后 我回公司宿舍拿行李去了 一个来回就到了下午 我走进出租屋 只见刘小姐坐在饭桌前 桌子上摆好了饭菜 刘小姐见到我后 翻了个白眼说道 等你半天了 欢迎你第一天入座 快来吃饭吧 一顿饭吃完后 我们陆续地去洗漱 让我没想到的是 刘小姐竟然与我 一起使用同一个洗手间 虽然我很奇怪 不过我也不好意思问 倒霉的是 我刚洗好澡 公司领导就给我来电话 让我去应酬 应酬结束后 我都醉了 已经七八分了 回到出租屋 已经是晚上一点多了 看着客厅 关着灯黑乎乎的 我猜刘小姐可能已经睡熟了 来到卧室门口 我正准备进卧室时 突然胃力一阵翻腾 我慌忙中也没多想 立马朝卧室旁的洗手间奔去 洗手间的门一扭就开了 开了灯关上门 便把脑袋趴进了马桶 没想到吐得过猛 脚下一滑 我一脑袋扎进了马桶里 刚巧吐的时候 我正准备呼吸 结果一口马桶水就下了肚 此时我更是恶心了 差一点把自己的胃给吐出来 一阵呕吐后 我的精神恢复了不少 我看到这间洗手间里 竟然有浴缸 这顿折腾 我自然是很想泡个澡 我们使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 所以开了热水放了半个浴缸 醉醺醺醺的躺在浴缸里 别提着感觉有多舒服 在我躺着快睡着的时候 浴缸突然冒起了咕噜噜的泡 我醉眼迷糊的半睁着眼睛 模糊中看见了一个人影 站在浴缸中间 吓得我赶紧睁开了眼睛 在我睁眼的瞬间 那道身影不见了 我以为自己喝多了 花了眼才会出现幻觉 被这么一下 我酒醒了不少 呼出一口气 享受的继续泡澡 伸了个懒腰 我双手捧起水 泼向了自己的脸上 双手在脸上揉了揉 瞬间我觉得手感很不对 那些水在脸上搓 感觉黏黏的 而且貌似我还闻到了一股腥味 我抹掉了眼睛的水 然后看向双手 只见我的双手布满了血 也就在这时 我发现浴缸里的水 竟然全部变成了血红色的水 我惊呼一声 正准备站起来 感觉自己的肩膀一沉 好像有人用手按住了我 不知道是我喝多了 还是按住我的人力气很大 我竟然丝毫无法动他 在我惊慌之下 那个人忽然把脑袋伸向我耳边 然后对我说道 快离开 琉璃 我杀了你的 快离开 声音很沙哑 也很尖锐 可是我听出了 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那人说完话后 就放开了 我身体一恢复正常 立马蹦出浴缸 不料下地时 脚底打滑 一脑袋撞在浴缸边上 瞬间头晕脑花 就昏了过去 在我失去意识前 好像看见一个 身体支离破碎的男子 站在浴缸边上 第二天等我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浴缸旁边 我晃了晃 昏沉沉的脑袋站了起来 当我看见浴缸时 我惊呆了 只见浴缸的水是红的 飘着一坨坨雪淋淋的肉末 令我头皮发麻的事 竟然还有一只手 飘在血水上 瞬间我想起了昨晚的事 我立马冲出洗手间 然后去敲刘小姐的卧室 谁知道刘小姐已经出门了 这时我才发现 现在已经是九点多了 她应该是去上学了 报警 我立马返回洗手间找出手机 拨通了警局电话 半个钟头后 警察来到了出租屋 他们先进入洗手间后 忽然一名警察笑了 我不了解的问道 同志 我没猜错 这浴缸里应该都是人体结构的吧 你还能笑得出来 那位警察听了我的话 他尴尬的笑了笑说 来来来你出来 我有话要问你 紧接着警察问了我的工作 然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解释完后 警察拍了拍我 然后与我解释他笑的原因 原来四天前 警方接到一名登山者的报警电话 在一座荒山找到了一个男子的人头 经过调查 男子是刘丽的男朋友 巧的是 刘丽就是跟我合租的刘小姐 刘丽虽然一直配合着警方破案 可是警方却毫无进展 最困难的原因是尸体没有找到 警察也不愿过多的透露 带我回警局 录了口供便让我走了 最后事情的起因结果 我还是托关系才打听到的 据说刘小姐 也就是刘丽 男朋友要跟他分手 他不同意 谁知一闹之下 竟然失手杀了自己的男友 刘丽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想到了毁尸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他把男朋友的脑袋 割下来丢在了一个树林里 买了台绞肉机 把男朋友的尸体 全部打成了肉末 他担心警察 会查到厕所的马桶管道 所以就把肉末 全部塞进了浴缸的洞里 他是在那间洗手间 杀了自己的男友 所以自然是不会再用 可刘丽并不知道 那时浴缸已经堵了 其实当时我放水时 浴缸根本就没有盖口盖 只是出水口被堵住了 所以才能储存水 然后那些肉末 全部从水里涌了出来 警方很不解 为什么刘丽当时不搬走 又为什么要找人合租 可惜刘丽在进入警局的第二天 就精神失常了 嘴里不停的喊 他来报仇了 他来报仇了 其实我觉得刘丽不搬走 应该是为了避免警方怀疑吧 至于找人合租 我猜他可能是在房里 见到了男朋友的鬼魂 在不能搬走 与见鬼的情况下 他只能选择找个人合租 就算警方问起他 他也能解释减少房租分担 事发当天我就搬走了 这段可怕的经历 让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释怀 只是后来再想起来 不由的暗自庆幸 至少还留了条命在